我突然聽到了一個聲音啊 那聲音是什麼聲音啊 直接衝進來告訴我 定業不可轉 但是可以重抱輕鬆 直接打在我的頭頂上 我這一打我都懵了 你有沒有事情啊 我可嚇壞了 各位同修大德大家阿彌陀佛 感謝你點入我今天的頻道 來觀看我的視頻 今天我要來分享 念佛不可思議 親身感義 發生在我身上的 你相信一個重達十幾公斤的東西 就直接打在我的頭上 我還能夠毫髮無傷嗎 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是頭部血流趕緊送醫院的 那為什麼我能夠躲過那場劫難呢 因為開始之前 沒想到護髮神 提前告訴我 讓我能夠幸免於難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護髮神會用什麼方式 來傳達一些訊息給我們呢 方法白白總 每個人遇到的都不一樣 我整理了一下幾點 提供大家參考 可能會透過文字 影像 或者聲音 跟靈感 比如說 你心裡困擾一件事情 煩悶了很久 一直心情悶悶不樂的 有一天你突然打開了 書本文字 或者是打開了佛經 你看那本書你意外發現 這不就是我想要的答案嗎 你突然豁然開朗 問題也解決了 這難道是巧合嗎 還是佛菩薩 冥冥之中幫我們 博力加持呢 或者是你點錄了一個影片連結 或者是透過聲音 看了某個法師的開示頻道 你竟然發現 哎呀 那個法師講的就講到我心裡去了 難道法師知道我心裡在想什麼嗎 他講的正好解決了我們的問題 諸多類似的巧合有沒有可能都是佛菩薩 冥冥當中幫我們加持 讓我們能夠煩惱困擾都能夠解決呢 都是有可能的 我今天要特別講的就是靈感 比如說有些人在意外發生之前 為什麼他躲得過 他想趕上那個飛機 結果就看來不及了 就打了一通電話 沒想到被電話給延誤了 沒趕上飛機 結果飛機掉下來了 哎他沒登上那飛機 結果他命就保住了 諸多類似的巧合 有沒有可能就是佛菩薩 冥冥當中在加持我們 協助我們能夠幸免於難呢 我今天就要來講這個 我有一天呢 我進入了一家賣場 想買點東西 結果我就東看西看 我就什麼也沒買 結果當我一轉頭啊轉身 我才走個幾步路 沒想到我頭頂上方 就有一個很重很重 很用力 直接打在我的頭頂上 我這一打我都懵了 什麼誰打我呢 我難道是後面有人嗎 老闆打我嗎 我沒買你也別打我呀 為什麼打我呢 我正想要回頭看是誰打我呀 結果沒想到打在我頭上那個東西 就直接發出巨大聲響 倒在我的腳邊 我這一看啊 哇 我可嚇壞了 那是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店家在打烊的時候 那個鐵捲門要拉下來之前 有一個東西叫做門柱 那個門柱就是撐在天花板上 跟天花板一樣高 撐在中間兩扇鐵捲門才有辦法拉下來 那個東西沒事靠在牆壁 為什麼倒下來打我呢 原來就是我一轉身 是我包包碰到他 我走個幾步就直接90度 就打在我頭頂正上方啊 你想想看這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腦袋肯定是頭破血流送醫院的 因為我們腦袋瓜 被一個棒球棍或棍子打了頭 都是送醫院的 還能有可能相安無事嗎 是不可能的 那結果這時候呢 就很多的 很多的那個客人 全部都轉過來看我 我看了就覺得 非常丟臉 就大家都看著我 結果那時候老闆呢 就趕緊跑過來說 哎呀 你有沒有事情啊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我說沒事 而且我還從頭笑到尾 我覺得實在太好笑了 怎麼可以這麼愚蠢 我只不過走進去兩分鐘就被打了頭了呢 結果這個時候老闆娘說 哎呀 沒事 好險沒事 結果她送我兩顆橘子 我心想 我還好我打了頭我沒事啊 我連流血也沒有啊 結果送我兩顆橘子 我如果有事 你送了我一卡車橘子 我也吃不到啊 結果問題來了 我為什麼被打了頭都沒事 棍棒打了頭不起來 為什麼沒事呢 那是因為 我進去那家店之前 我戴了一頂安全帽 我說了都不好意思 我就覺得好蠢啊 我戴了安全帽 所以打了頭就沒事 可是你想 我如果沒有那頂安全帽 我打了不就送醫院了嗎 我沒事怎麼戴了一頂安全帽 平常進店家是不戴安全帽的 為什麼 神奇的來了 就是因為我剛停好車 我正準備進去的時候 我突然聽到了一個聲音啊 那個聲音告訴我說 不要把安全帽拿下來 就這麼進去吧 我就聽到腦袋瓜裡面 就突然閃了這個聲音 那聲音是什麼聲音啊 也不是外來的聲音 也不知道誰的聲音 也不是我的聲音 反正就像一個 一個念頭直接衝進來 告訴我 不要把安全帽拿下來 結果 就這麼 傻愣愣的走進去 就被打了頭了 我覺得 真的是 我當天是笑不停了 太好笑 真沒有 這麼蠢的事情 這個時候 我就想到了一句話了 我們經常都會聽到 定業不可轉 但是可以重抱輕受 難道就是我平常有在念佛 有跟佛菩薩感應道教 有念佛 有藏佛慈悲願力 有那麼一點點念佛的資量 所以遇到了災難 無法躲 但是佛菩薩幫我們大事化 小小事化無樂 原來這句話是真的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要怎麼樣遇到事情 都能夠這麼平安順利的度過呢 那就是你無論你修行什麼法門 你是念佛的持咒的 誦經或者餐場打坐 無論你的本修法門是什麼 你一定要每天的持之以恆 要精進 要認真啊 你每天都有在做功課 心清淨了 佛菩薩要放光加持我們 要突然來這麼靈光乍現的 給我們加持 你才接收得到佛菩薩給我們的訊息 才能夠躲災必絕啊 原來就這麼簡單 所以聽到這 你相信善導大師講的了吧 善導大師告訴我們說 念佛人身上有25位菩薩 日夜保護著我們 這原來善導大師講的是真的啊 所以你現在就得知道了 每天都要認真老實念佛啊 我把今天的這個故事跟大家分享 希望能夠大家增長自己 對於你念佛的信心 大家每天一句佛號到底老實念佛 今天咱們就分享到這了 咱們下回見了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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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來 struck 好 人嗎 你想 он 走 會欲 阿彌陀佛 感谢观看